最近台湾顶尖销团队刚刚完成了爱心供应奶粉的发放活动 老板超人非常辛苦的跑遍了北中南和东部 亲手把这一千罐奶粉送到需要帮助的家庭 每次看到的团队在做活动我都觉得非常的感动 尤其是像这样的照片让我更是有感 孩子小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子前面挂一个 旁边牵着一个甚至两个 骑着老爷摩托车到处去领补助 虽然常常物资的价值可能远大于你在跑的距离和安全性 可是因为手上没有钱造成的不安全感 让我只能不停的关注哪里有补助可以领 觉得能省一笔就只一笔 而我也就这样子把小孩养大了 加入团队之后我对顶尖做爱心供应的这一块 非常的喜欢 因为在顶尖让我从一个手心向上 接受别人帮助的人慢慢开始有能力 去做一个手心向下的人 现在的我每天有 每个月有无比少的捐款 可以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金额虽然不多 但是这是我付出自己能力的开始